是經濟的嘛 一個經濟思維像會保護動物嗎 好 我告訴你 我們的海洋保育科是在遠洋漁業主耶 我們的國家公園是在營建署耶 我們的台北市最進步 我們台北市天龍國 我們的動物保護處是歸產業發展局耶 我發現到完蛋了 原來法令出了問題 我們的組織也出了問題 好 我們有沒有改變的可能 當然有 過去環保局在哪裡知道嗎 在衛生局 過去有沒有文化局 有沒有文化局 沒有 過去文化局是歸教育局 各位知不知道 二十年前教育跟文化分家 可是現在已經有文化部了 所以各位懂不懂 所有的台灣所有的組織都不斷的在進步 跟動物保護有關 台灣全部都還是經濟世衛 所以台灣怎麼可能把動物保護跟環境保護做得好呢 那其他我就不講了 那麼 所以 今年農委會要升 我們在幾年前就知道農委會要升格為農業部 當時我們就覺得 哇 這是一個好機會 組織再造 趕快把這個動物保護把它獨立出來 不要在續產裡面 結果呢 我們的動保 農委會居然要成立 續產及動物保護師 他會不會抓狂啊 續產及動物保護師 那請問你 他說 升格了啊 裡面從科變師啊 可是你覺得你要續產兩個字嗎 哇 我們的官員講了一大堆話 那個陳寶基啊 後來我覺得這個 後來我就在2011年 我就來這邊 我是來這邊 2012年來 我就覺得 要做 因為我們是做公共政策 如果這樣玩不行啊 我們就結合了三黨的立委 藍綠都請他來支持 因為動物保護無關藍綠 哇 在他們 我們argue了半年之後 農委會總算承諾了 不要續產及動物保護師 成立動物保護委員會 這就是說 這個就是說 用公共政策的方法 然後呢 再來我們繼續凸顯 松水林安樂事 因為我們 關懷生命協會是反對安樂事 我們主張動物要終身安養 所以我們在推 臨安樂事政策 那我們就開始做公共政策來談 然後呢 在談的過程當中 我們在前年 我們就逼農委會做出一個指標 因為過去我們都沒有收容所 逐年下降的指標 我們逼他做出一個指標 因為政府你要有指標嘛 對不對 那我們就逼他做出來 可是一開始逼他做出來 我們沒有看仔細喔 我們覺得 喔不錯至少你進步了 可是經過了半年之後啊 然後然後再來 我們要農委會 各位看到那個統計報表 本來是一年一次 我們要他每個月公布 然後他每個月公布之後呢 我們就做這個訊息圖表 然後呢貼在那個粉絲團 讓很多民眾轉貼 知道說你的縣市的政府 怎麼去處理這個流浪狗 你看屏東是全市 而且屏東是全國唯一在大學裡面 設中所 是最壞的生命教育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因為時間的關係 然後我們也把握這個機會 跟總統建言 我們跟總統建言 只 好再五分鐘 只做一件事 就是要馬總統去收容所看動物 各位有效嗎